嗨 我是路克 今天來聊聊這次合作的夢魘吉角色 這次合作終於要結束了 第四週只有一張副本卡這件事情 真的讓人難以接受 雖然說之前也有類似的案例 但這次合作從第二週開始 是真的都很涼 不知道MH是有意為之的還是怎樣 最近天氣超級熱 打開蛇魔法能讓手機降溫 無心公司 不過我必須老實說 雖然這次合作的排程很糟糕 但夢魘吉角色的數值卻很高 更準確的說法是 母豬二人組真的很有誠意 他們的主動技 恰好補上了神族牛棚的幾個弱點 有趣的地方在於 他們各自都是很棒的輔助型角色 單兵價值都很高 換句話說 就算他們彼此之間有隊伍技聯動 也沒必要總是讓他們綁在一起 需要蘇琴的時候就讓蘇琴去支援 需要牡丹的時候就讓牡丹去發揮 這兩張卡也都有對應的隊長設計 但我覺得規格不高 窮到只剩死且 你如果有再抽卡的話 其實沒什麼理由讓他們當隊長 今年最強的費時收隊長就是雪來 其他人跟雪來真的完全不能比 牡丹跟之前幾張夢魘集角色一樣 都是附加價值很高的隊員卡 整體來說只比蜜亞阿飄遜色一些 畢竟環境上的神族隊長 剛好都無法讓他發揮全部的實力 但他還是能拿到A以上的評級 先看到牡丹的隊長設計 首先是變身前的隊長技 妖精與神族12倍攻2.5倍協回 天仙成員額外4倍攻2倍協回 且進場TD-3 天仙成員每次開技時 還能讓其他的天仙成員加速 變身後整體的倍率都會提高 但加速的效率是固定的 再來是隊伍技 他們也屬於地獄的系列 因此也有對應的龍刻能力 結果補1P的設計真的是給天仙用的 之後看到牡丹當隊長時的隊伍技 條件要求天仙做戰友 進場時會獲得3顆丹 且丹的持有上限為3顆 持有丹的情況下 能有抑制效果 每回合莫還能全補 觸發抑制效果的話會消耗1顆丹 並讓天仙成員CD-6且1P加6 再讓全隊6倍攻 擊斃敵人時 如果敵人身處寄生中毒或獵毒狀態 能增加1顆丹 並讓天仙成員增加1回合的倒狀態 必然6秒 拳牽拳 還會依據隊中的天仙成員數量加C 每手下一組豬只能加2C 且上限為100C 隊伍如果有3個天仙成員的話 每手下一組豬只能加6C 4C以上時全隊6倍攻 天仙成員的血攻回機值 會分別跟隨機值最高的妖精神族成員 且進場時會增加6回合的倒狀態 並讓他們的輸出無視攻擊盾與拼圖盾 所受人類妖精與神族敵人傷害的60% 將轉化為我方生命力 妖族與神族住戶間 發動妖精或神族成員角色出時 會將入境前30部碰到的豬子 轉化為該成員屬性的種族強化豬 這隊伍的數據現在有BUG 還有浪費一堆時間去測 好像是生命力機值跟隨的效果有問題 滿突破55裝的牡丹血量機值3955 比豬井還高 因此他會是全隊血量最高的角色 考慮隊伍的生命力跟隨 他會是記頓點 牡丹跟豬井同隊的話 他們會有3圍機值2.5倍的加成 然而 近況後會發現 牡丹的血量依然是3955 跟豬井的加成直接被吃掉了 但如果讓豬井跟牡丹去其他隊伍打工的話 他們的血量確實能吃到加成 由此可知 3圍機值加成的隊伍技沒狀況 是其他的因素在搞鬼 這種機值跟隨的效果 很適合搭配合體成員 放二米加獸的話 可以讓隊伍的死血衝到150萬以上 不過我覺得這隊伍玩起來超難用 有個6倍功要求觸發抑制效果 沒吃到的話輸出的難看 隊長技鼓勵我們放天仙 但天仙的技能輪轉極快 複製人就真的只能撐三圍而已 抗性解盾也不算亮眼 環境上也沒缺神術隊長到那種程度 只要說的話 有一台隊伍器我覺得很聰明 加低的效率 會跟隊伍中天仙成員的數量有關 但加低的條件卻點贏首效的主數 這跟牡丹的主動技非常搭 再來看到牡丹的技能組 我在之前的飛石兽卡簡評中有提到 豬井、牡丹之間有連動 讓戰友章卡同隊的話 隊伍最左方的豬井跟牡丹 會有三圍機值2.5倍的加成 然而 這個組合我覺得沒必要強求 真的要撐血的時候才會考慮吧 雖然說他們的主動技都很棒 但他們身在競爭激烈的神族 實在很難在每個對局都有優勢 需要豬井的時候就讓豬井去支援 需要牡丹的時候就讓牡丹去發揮 別總是把這兩張卡綁在一起 再來看到他的主動技 他跟豬井一樣可以變身 變身前的技衣ZD6 能讓敵方全體被寄身 並讓敵人每回合受到無屬性傷害 這發傷害無視敵人防禦力與遺跡 還能在兩回合內 依據手銷的屬性出組數 讓自身以50%的攻擊力 追打對應屬性的攻擊一次 且上限為30次 再讓自身的攻擊傷害 無視固定連擊盾與連擊向盾 變身器也是ZD6 能讓自己變身 並讓自身增加三回合得到狀態 開技時以及每回合末 會引爆全版的珠子 並掉落固定位置的無屬強化族 還能迴避敵人的首次攻擊 效果持續至成功迴避敵人的攻擊 這個定版的樣子長這樣 手銷無屬各2C 這個變身效果非常有意思 能力3跟能力4都很有個性 有很多東西需要補充 能力3的盤面其實沒有很適合神組 以五專輪課來說 金戰盒要求5連珠會開技 先端盒要求9連珠會削6種 牡丹這盤面沒有5連珠 也只能削到5種 因此在使用上要稍微注意 建議不要直接一步 可以調整一下傳法 能力4是超級強的防禦型技能 下一期獨立卡夾是以龍獸為主 然後7月還剛好有個流光在2集 如果這個流光在2集 鐵勒心想做求新獨立的話 我覺得關卡本身的設計 應該會讓10血不高的隊長很難受 偏偏環境上的神蘇隊長 10血真的都不算亮眼 如果高攻無視減傷突擊 無視給再開場的話 我們就能靠牡丹的手機迴避去扛艙 再來看到牡丹變身後的雙技能 技衣的EP消耗是6 跟變身前技衣比起來幾乎沒改 主要差別在於能力2的追打輸出量 會從50%提升為100% 技術的EP消耗是8 引爆全版的珠子 掉落固定位置的無主強化珠 一回合內二消 效果持續是某種珠子消滿25例 並讓妖精與神蘇成員的輸出 無視反手銷盾連擊零化與連擊法印 還會依據這回合手銷的珠子組數 讓下回合增加對應數值的C數 這招的能力2到能力4 跟眼球的主動技高度相似 沒想到牡丹也是個超喜仔 我以為他只會幫幽助生小孩 雖然說這張卡在變身後也會轉種族 但這件事情 在現今環境的缺點其實不算大 真要說的話 珠景跟牡丹的屬性反而比較吃虧 牠們的屬性分別是水跟暗 以神蘇隊長來說 吃不到普隆就是隊長技的兼具 在持有隊也只能吃到很少的攻擊族 偏偏他們都有一招是自身擊傷 這會讓他們的輸出占比偏低 進而限制他們的發揮 不過牡丹的問題比較小 畢竟他還有一個無屬級的功能在 變身前後的技衣 都會依據手銷的屬性族種類 而讓自身最打開屬性攻擊 此外 雖然說他變身的飢餓 很明顯是從眼球那邊超過來的 但牡丹跟眼球不同屬性且不同種族 他變身前是暗神 進場前的判定也是暗神 要找競爭者的話 從神族去找會比較恰當 此時就會對應到煉化機制 他們的空間還剛好都是50 改變消除方式 無視反手銷盾與連擊零化 無屬級跨回合定反 重疊的部分超級多 但他們也有各自的優勢 很精彩的頂鍵對決 剛好神族能改變消除方式的卡不多 以前那幾張都沒有很好用 以手銷多族屬豬盾而言 牡丹能以非常高的效率解決問題 變身後飢餓的盤面長掉 這盤面可以手銷15族屬性豬 考慮任何單一種類的進銷豬 都能手銷十組以上 隊伍技的加計條件 要求手銷多組豬子 然後牡丹變身後的飢餓 不僅給了二銷的能力 還給了一個超級適合二銷發揮的定版 這設計真的有夠聰明 不僅如此 這招還能讓妖精與神族成員的輸出 無視反手銷盾與連擊零化 進而大幅提升了這個環面的放用程度 雖然說它是個超級仔 但眼球主動技當初給的解鈍對象太小氣 因此在環境上的存在感很低 牡丹召過來後 把解鈍對象直接放寬到妖精與神族 真是個偉大的二次創作呢 這張卡我給A級 神族很強能跨回而迴避 跨回而定版 甚至能以很高的效率 處理反手銷盾 連擊零化 與手銷多組鼠豬盾 還能順便處理五鼠級盾 未來如果有適合它發揮的隊長 評價可能會提升到A加 整體定位跟練化機制重疊不少 因此我覺得不用浪費時間去練複製 隊伍允許兩格成員的話 直接用練化機制配牡丹會更好 最後補上兩個細節 首先是牡丹的現況 雖然說這張卡的設計很用心 但其實這張卡有不少Bug 剛剛提到的機制跟水只是其中一個 現在它的變身技無本有誤 它本身的規格 讓我給了很多驚嘆號 但實際用起來卻是蠻多問號 再來看到它的專屬武裝 這次我有記得講武裝了 當初的倉子夢魘機剪屏 我居然忘了提到這東西 它的專屬武裝叫做牡丹的首飾 數量條件是發動攻擊次數 三個被動能力分別為 力延2秒 自身對人類目標額外1.3倍攻 開機時自身1.5倍攻 三個龍刻技能則分別為 全隊1.3倍攻 四個冷卻中的神妖CD-3 一回內 全隊以50%的攻擊力 最大水跟暗屬性攻擊各一次 我覺得這東西不怎麼樣 不給速攻還算能理解 畢竟牡丹當隊長時 能讓他自己進場跳 但這武裝對人類的獵殺倍率 只有給1.3倍 實在是很小氣 不過它主動技的盤面 剛好不適合讓金上河還有仙段河發揮 因此他是少數會用妖警函的神族 以他自己當隊長的情況 建議把妖警函作為第一順位 最近夢魂集網卡的武裝 好像都長真的要樣子 上次昌子的武裝也是不怎麼樣 看來D.O.當然是個特別的存在 以上是我對牡丹的想法 如果喜歡這樣子的分析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 訂閱 並分享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拜拜